来咯 等一下 谁 是我 是谁 我是警察 开门 警察 我不认识警察 快点开门 好啦 来了啦 诶 你一个人吗 小丽有事 她不能来 她昨天跟我说 今天可以来的啊 哦 真的吗 我不知道 小丽就说 她有事 不能来 奇怪了 她昨天跟我说的 呃 那先请进好了 哦 好啊 诶 怎么还没有人来啊 现在还早 你要耐心一点 你不是说 八点吗 现在几点啊 现在已经九点半了 九点半了 对啊 大家怎么还没有来啊 她们是不是忘记了啊 不会吧 我已经跟她们说好了啊 你是不是 说错时间了啊 诶 她们来了 你是不是 我是 阿杰的朋友 哦 我知道 你 是不是 杨凯 诶 你怎么知道 她跟我说过啊 她跟你说过 她跟你说什么 她说 她有一个朋友 叫杨凯 就这样 对 她只说过你的名字 哈哈 好 我明白了 那 你 你是 我 我是耀华的朋友 耀华 你不认识她吗 呃 好像不认识 但是这名字很熟悉 没关系 我叫张婷 好 知道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跟你聊天呢 我知道啊 我是说 你是说 我在做什么工作 对吧 我在一个旅行社工作 我是帮人安排旅游行程的 也会帮他们订饭店 听起来 很不错 这样 是不是可以拿到 比较便宜的机票啊 对啊 还有 员工可以打折哦 哇 真好 那下次 帮我规划旅游行程吧 好啊 交给我 好 你应该去过很多地方吧 还好吧 就 泰国 新加坡 韩国 日本 美国 好了好了 我知道了 哈哈 你真的很爱旅游 对啊 可是都是因为工作去的 哦 那这样子 应该很累吧 我觉得 还可以 因为 我喜欢旅游 那你 去过 纽约吗 还没去过耶 你去过了吗 嗯 我姐姐在那里 很好啊 你是去玩吗 我是跟我家人 一起去玩的 好玩吗 好玩 是一个很刺激的城市 嗯 我听说过了 那 你去了 时代广场了吗 嗯 去过了 可是 没有待很久 人太多了 那边 应该是纽约 人最多的地方吧 嗯 好热闹 你还想去 哪里旅行 嗯 好问题 如果 不用考虑工作 可以自己旅行的话 你最想去 哪个地方 那 钱呢 都是 不用钱的吗 对 都是免费的 一毛钱都不用 那 我会想 环游世界 我是说 一个地方啊 世界不是一个地方吗 也是 也是 我一直想去很多地方 你呢 你会去哪里 印度吧 我一直想去 我觉得 那边的文化很深奥 很奇妙 我也觉得 可是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自己去 很自由 我们太喜欢 跟很多人去旅行 太麻烦了 那 两个人一起去呢 好像 还不错吧 几点了 已经十一点多了 哇 好像是 我都没发现 你 是不是要走了 对啊 对啊 已经太晚了 我该回去了 好 你 要怎么回去 我 走路就可以了 你家 就在附近吗 嗯 就在附近 我要走了 下次见 嗯 下次 下次是 什么时候 嗯 你说呢 嗯 后天 后天 是星期几 星期一 对不对 嗯 星期一 我有点忙 不然 星期二 星期二 好啊 那我们约 星期二 一起去逛街 好不好 好 星期二见哦 拜拜 大家都走了 现在 又是我们两个了 啊 对啊 今天 好玩吗 很好玩 很久没认识新朋友 你的意思是 认识新的女生朋友 你在 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 那个女生啊 哪个女生啊 那一个穿黄色裙子的女生啊 谁 那个很好笑的女生啊 谁 那个跟你聊天聊很久的女生啊 哦 那个女生啊 对啊 那个女生啊 不然嘞 啊 很高兴认识她啊 哈哈 哈哈 没没了 我芦 你以后 那个…… 我 queens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